牛老笔销的古惑仔绝对是香港江湖黑道漫画的一大神作 但是海叔今天要讲的这部漫画 也绝对都不比古惑仔逊色丝毫 而且这部漫画的主编邱瑞欣 起初便是在牛老的旗下工作 但因为某些问题 前者便是离开了牛老并自理门户 而今天何时又给大家解说的这个故事 便是邱瑞欣为了争夺古惑仔市场的一部江湖恨漫 并且才刚刚开篇 他便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牛老的不满 年薪800万的漫画家你只容暗指的是谁 相信就不用喊说多说了 而这天他才刚刚与柱叔阿龙打过网球 几个持刀的恶汉便是盯上了他们 就是那个碧昂的 老板吩咐要他一只右手 尼瑞尔看你的样子 还真是做到60岁都不肯退休啊 那是叫我退休 那除非是我化不了了 尼芷蓉才刚刚说到这里 站在对面的阿龙便已是看到了恶汉手里那闪烁寒光的刀锋 尼瑞尔小心啊 你他妈给我去死吧 多亏了阿龙的提醒 尼芷蓉才侥幸避过了刀手的第一刀 而从他那快速的反应来看 相信这也绝不是他的首次语习 可是仅仅夺过一刀却也没有丝毫的作用 即便是可以利用旅行弹抵挡对方的刀锋 但对方的那一技猛踹 却是直接就令其飞踹出了树池之源 龙仔快跑 兄弟们给我砍死他 尼芷蓉是落地机器的八腿就跑 而那四名刀手则是疯狂的提刀追赶 龙仔不乏少闷 就被刀手给抓了个正着 跑啊你妈的给我去死吧 好痛啊 听得龙仔痛苦之声的尼芷蓉回头一看 便一剑纹身大恨的乱刀狂辉 手起刀落之处 皆是一团团的血肉横飞 再混着龙仔的残救之声 绝对是构成了一副血腥恐怖的震撼画面 我们何来仇怨 怎可对四万人下次中手 边斩边狂笑 绝对是野兽的猙獰啊 不要啊 天少 勇气在于一孽之间 生与死亦是如此 不过就算尼芷蓉没有回头想要制止暴徒行凶 也绝无可能逃过这群凶徒的魔爪 虽说打到临门 软下去的大腿终是救了尼芷蓉一命 并且在混乱之中 还可以扶起龙仔亡命奔逃 但就在逃到地铁口之间 力竭筋疲的二人 便是直接就从长长的阶梯上滚了下去 只闻得乒乓轰隆的巨响 如炮上一般的响起 血浪便是瞬间就漫天的翻飞了起来 而到最后 便是听得咔嚓一声的鼓励之夜 鲜血便是直接就从尼芷蓉那磕到地面的额头上暴露出来 他妈的 连我耀羊的兄弟都敢动 是不是活拧了呀 第二天 看着报纸头条 那八百万年薪漫画家被厮杀狂斩的消息 一个闻着大花壁的男人便是直接就爆出了粗口 这个自称是耀羊的男人 全名雷耀羊 年约25岁 先说华星惠红棍 他天生力大无穷 性格潇洒爱玩 乃是尖东一带的活跃分子 能够说出这话 就证明要杨鹤是讲义气的 但很明显 尼芷蓉的家属却并不领情 不见哪 我老弟什么人都不见 你们不要再来烦他了好不好 玉姐 我同你老弟阿荣从小玩到大 他出事 我肯定是要来看一下的呀 走啊 我们不用任何人关心 不是吧 他的消息都被封锁了 又说还没度过危险期 又说残废 这个那个的 身为朋友的我 能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呀 你们这些人 个个都是没人性的 那话可要说清楚了 又不是我看的他 不是 就是因为你们这群黑社会 阿荣他才被搞成这样的 他的一声 越说越气的玉姐 便是一记而光 就扇到了耀羊的鳞上 而一直都好好说话的耀羊 也终于是被扇出了火器 妈的我是捞偏的 但那些人怎么做事 又管我个屌事啊 十几年街坊 这帮人就这么算了 要是不是的话 我他妈现在就让你家破人亡 走 说完这话之后 耀羊便是转身就带着一种小弟 离开了医院 刚刚走出医院门口 便是看到了大批的记者 在追问医生倪智荣的消息 哇 看人的事天天都有 用不着这么大阵仗吧 千万年纪的漫画家 要哄过好多明星呢 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道道都要命般的 狂赶一个斯文人 到底是有多大的仇啊 这个小凤 乃是耀羊的门生 潮流新人类 又帅又有型 天小的 而且这个问题 还轮不到我来关系 现在我最怕的 就是惊动了我老哥 啊 关你老哥什么事啊 我们两兄弟同阿荣 从小玩到大 我五当他就跟亲弟弟一样 阿荣出了事 谁知道他又会疯到什么程度 那 现在我call他 他都已经不负机了 不负机就是没有事了 你的脑袋里装的都是大便呢 不负机就表示 他要做事了 哦 那搞事的那个不就死定了呀 就在小方说完这句之后 书中的镜头 便是突然就转到了 望角的一处堂口之中 咔 能有多大的事啊 被人欺负就跟老大了 出来混的 我说小弟就都是公家 没事三六 有事就三千六 白如我门下 就包你出去混 不被人欺负 出了戒也不会被人砍 如果报了我的名号 还有人敢不给我面子 我他妈就连贵头都给他切下来呀 说话的这个雅丁华 原名谭振华 现年三十岁 乃是华兴社的四三二 九弟草鞋 他刚刚加入社团三年 为人艰险狡诈 为钱可以无恶不作 成名作乃是九三年 于望角富豪五厅 追收小姐高利贷不遂 反而纵活 造成三死十六伤的残剧 最可气的就是 他竟让几个未成年的门声顶遂 并最终都没有给这些人一毛的安家费 这样的渣子 还在朗朗的吹着牛逼 说什么 什么他华哥只要肯收他们 以后便可以再望角横行无忌 什么狗女打架跟大牢 哥哥都是最牛的 什么出去行走江湖 只要报他的名字 便可以四海通行 什么都不用怕了 而就在他跟几个小鬼 朗朗的吹着牛逼之时 他的老表胡须江 便是从外面 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 华哥出大事了 我们做的那个事 现在是越高越大呀 一看胡须江的慌慌张张的样子 压电话立刻便将一众小的 统统都打发了出去 阿江 不是告诉过你 不要在人间提起那件事吗 我知道 一时先急忙 现在外面的风都在乱吹 一时又说 已经知道了是哪个家库下手 一时又说 条子里面已经挂到了线人 总之 你看漫画楼那件事 现在的环境是真的非常恶劣呀 最糟糕的就是 听说你志荣已经出了暗花两百万 要挂到真凶 也就是你呀 靠 你呀 真是白找了个牛鬼半大的模样 伤人不生胆呢 条子能找到线索 你不如相信我后去自首了 条子那边都快好说 这要是听说 有社团的人已经准备跟这件事了 我靠 是哪个这么多事啊 同我们一个字头 尖东最麻烦的那两个兄弟 活无语耀阳啊 听到这两个名字 鸭电话明显是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 他便又恢复到了正常的神色 可 还以为是哪个呢 原来是老妻半大带的那两个 叫他们滚远点吧 滚他们吊事 不是啊 听说只要一被他们查出 就肯定是要做事的呀 出来混 胸不能保地 腹不能保子 他凭什么同我称啊 况且讲到底 他又能查到是哪个下手呀 这件事找来找去 最多也就只能找到个中间人 我都不知道要过了几手 只是收了三万块呢 鸭电话 不是连你都是抽用 然后又找外人做的吧 朝自己的小弟做 出事就要扛了 这批大陆来的杀手 便宜又好用 搞完事就自动潜水 这把刀我很是喜欢 所以才留下来自己用的 至于人嘛 可能现在早就跑去深圳 Happy去了吧 说出这话的鸭电话 怎么也不会想到 一个胸前纹着火舞图腾 身穿火攻战衣的神秘男子 此刻已经招上了砍人的死上 反而 哪个图你们玩啊 以为跑落到了内地 就找不到你们了吗 讲 哪个是砍阿荣的主猫 什么主猫啊 你个傻屌是大便上脑了吗 不要装傻 男人打丈夫 做的错就不怕认 认你妈呀 好狗不当道 快他们闪开了 你这傻屌跑来深圳 叫机就叫机逛街就逛街 最好不要惹我 如果不是 把你剁碎了喂狗啊 兄弟们 走 说完这话的四杀 抬腿就走 而火红战衣的神秘男子 身子一动 于古恋便是发出了 叮叮的威霞 而后 他便是以沉重油力的步伐 紧紧的追上了四杀 把我剁碎了喂狗 我屌你老母的 于古恋的尽头 紧锁着一把 如同月牙一般的短小物件 而随着神秘男子的轻轻易拍 即使便是弹出了闪烁横光 锋利异常的一柄刀锋 然后就见他抓住四杀 走在最后的一人 一记猛刺 便是直接就将刀锋 插进了那人的后腰 另外一人见到兄弟被刺 立刻便是挥轴就打 而神秘男子 不仅是伸手 就将他的铁轴给挡了下来 更是大手一挥 便将刀锋插进了那人的眼睛 四杀的老二言见兄弟残壮 便及时想为他们报仇 感动我兄弟 我 粗话未完 一阵禁风便于是掠过了他的面庞 下一秒钟 一团红肉连着白花花的脂肪 便是直接就掉落在了地面上 三条大汗在电光火石之间 便于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痛苦较好与浓烈的血型味 瞬间就占据了整个空间 衬托着火红之人 就如那恶魔一般的咄咄破人 时空 仿佛亦在生死之间停顿住了 这一切的一切 都源于一个正气而邪恶 眼里而呆嘟的 霸气猖狂的 火舞震纹 所有的东西似乎都主宰在他的主人身上 而敌人也就只有满心恐惧的份了 就听得扑的一声 神秘男人手中的横广 便是侧进了四上劳大的腹部 堕碎我喂狗 你他妈凭什么要把我堕碎了喂狗啊 然后就听得扑扑扑的响声不断 随着火无道的连续惆怅 伤口瞬间便是形成了一个巨型血洞 大棚的咸红血水 一是跟不要钱一般的喷洒了出来 而他最后的猛然一脱 就瞬间将四上劳大的腹部 给直接的从中祸开 随着一阵极具松弛的感觉 大堆的内脏便是直接就掉落在了地面上 不要不要跌出来啊 不要 对塞回去就没有事了 没事没事了 四上的老大 也是再也没有力气说出什么 跪在地上的他 只挣扎了两秒 便是彻底的断气了 这血腥而又恐怖的一幕 瞎得路人都纷纷尖叫了起来 而做完这一切的神秘男子 就仿佛是个没事人一般的转身就走 叫你们爆料 是想着放条生路给你走 偏偏要来找死 其实是哪一个骑头皮指使的你们 我一早就已经知道了 镜头一转 便是转到了香港某家迪斯科的厕所隔间之内 此时的耀阳 正与一个妹子在这小小的空间之内 做一些少而不移的事 结果他才刚要提枪上马 邀请的电话便是突然就响了起来 我靠 是谁敢打扰老子的雅静 喂 火舞 刚刚抠你的不腹肌啊 你现在在哪啊 你要吹哨子搞定牙丁华 你别冲动 那家伙出入都会带很多人 等我吹了哨子你再行动 此时的耀阳哪还有心思与妹子研究昆子诀啊 而守在外面的小凤听到耀阳哥要吹哨子 何以为有什么好玩的事呢 耀阳哥 现在吹哨子是有什么好玩的吗 什么 大声点 你在尖动迪斯科 耀阳已经没有心思搭理小凤了 因为火舞此事便来到了这家迪斯科之内 而牙丁华呢 也正好就在现场 我现在也在这里啊 喂喂喂 不要挂 妈的 给我盯紧牙丁华那边 是啊老大 大哥单枪匹马的行动肯定不行 千万要稳住啊 啊 牙丁华在那边 如是想着的耀阳 很快便是锁定了牙丁华的位置 而此刻的牙丁华就正在座位之上 与一个名叫祝格的聊天 牙丁华 外面的风都说 咔了梦花老的那件事是你做的 祝格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不过我牙丁华也不怕事 外面不是说火舞耀阳正在管我吗 他们真敢来的话 我就叫他们有来无回呀 就在牙丁华说到此处的时候 一阵鱼鼓链的响声便是突然就响了起来 来了 火红战衣的人来了 人潮喧哗 音乐震而欲聋的巨侠 仿佛也掩盖不了他那如同沉雷般的步伐 发是金黄 眼如火炬 笔若鹰叫 唇薄如刀 无关纠缠不清 却成就了一个棱傲的面容 善于恶 君而恒 火舞 震无不胜 火舞是我的名号 我来了 世界便将由我扭转乾坤 好了 这边是火舞耀阳第一章的全部内容 这部漫画呀 赫书发现了很多明星连 比如张耀阳的耀阳 谢霆锋的小峰 谭耀文的鸭丁华 以及许锦江的胡须江 但是赫书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最后出来的火舞 竟是刘德华的率连 而既不继续讲这个故事 还要看这第一章的反响如何 如果收益不太理想 那就只能一汉白白 所以想要继续这火舞耀阳的精彩故事 那就多多的关注与支持吧 江湖没落 我们有缘再见